13日凌晨,苹果新机发布会完美,拉下帷幕,随后,网友们对新机的讨论也越来越热闹,13日全天,在微博热搜榜上,苹果相关话题就占了一半,可见其影响力,当然,讨论之余就是赶紧预定新机,我们平常人要买的话只能先预定,但是对于一些明星而言,这些完全不用担心, 因为顾客会给他们提前体验一番,我们熟悉的林志颖和林俊杰就是如此,9月13日这天,顾客又将一台iPhone XS Max真机交到了歌手王力宏手上,王力宏便在微博发了一段视频,向大家分享自己的喜悦,视频中,王力宏说,这是iPhone XS Max,超大超漂亮,然后简单示范了一下脸部解锁, 赞扬手机解锁速度之快,有些网友看到之后,纷纷表示,如果要抽奖送粉丝的话,就太完美了,还有一些资深小妹妹的注意力,全放在那张帅气的脸上和那双修长的手上,有些网友也很坦诚的感慨,是贫穷卸致了自己, 然后,再往下颁评论,这个话风就有点不太对了,有人骂他嘚瑟,有人骂他为美国站台,还有人说他白眼狼,美狗,这个遭遇和林志颖有的一拼,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,明星用苹果手机你们骂,普通人用苹果手机你们也骂,非得用国产机你们,就开心是吗?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,你们和国产机某品牌打广告,生活必需品而已,至于上升到国家层面吗?平时你们的正义感又在哪里? 就像这位网友说的,他是明星,用什么手机那是人家的事,为什么非要开吗? 你们觉得王力宏冤不冤,图片冤于网络,千山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咯